登革日的疫情升温,南投新增两例本土登革日病例,是一对住在竹山的夫妻,没有国外旅游室,推测是在务农的时候被感染。 而卫生局就提醒民众,如果有疑似症状,可以到医疗院所就医,主动告知旅游室,并接受快篩。 回来竹山的居住地,为此我们本局也不敢掉以轻心。